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是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元醫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上一集我們提及過三膏裏面的其中一個 就是抗血壓藥 這次我們又說另一個就是高血脂 很多人認為要服用抗膽固醇藥 高血脂就是高血脂 很多人叫抗膽固醇 高血脂就是高血脂 屬於代謝症候群的其中一種 三膏其中一種 根據這位藥都巴南吃這本書裏面提供的資料 他說 吃這些抗打半醇藥抗血脂的劑 大量出現臥病的臥床的老人 睡著就起不了 還有每年都有一萬人死在他附上 這是講日本的 是 是 是 他就說 如果問一問 全世界買得最好的要是哪一隻 原來答案就是 鋼膽固醇藥 那一隻叫勒畢 他抗消量嚇死人 他說一言有136億8千2百萬美元 這個講原來是6言 嘩 换算是日本一兆五千四百三十四亿日元 你看到这个是全世界最能卖的约 136.8200.000美金 这个是二型零六型的 胆固醇这个市场对全世界的制药公司都是一个肥猪肉 当然要感激一帮这些所谓代謝症候群的人 促食连锁企业一直用汉堡养全世界人沉迷这些肉和脂肪 接着就换了高血压的药厂 这样就处理这些问题了 是这些饮食习惯导致的问题 我经常都这么说 胆固醇要高是很危险的 然后发现真相是 每年降胆固醇药害死一万人 发出这个惊人之缘也是日本的一位医生 叫做彬陆固医生 他一本书叫做胆固醇不需要药 这本书是国泉ONE FILM 21出版的书 他说要健康长寿 胆固醇高一点是比较好一点的 他提倡健康长寿 反而要比较高的 更加好一点的 证据他做了一个健康调查的数据 在鱼手口市的一个总胆固醇值 和五年之间的死亡率的比较图片 发现 好笑的 他说观察胆固醇值和死亡率的关系之后 发现男性部分胆固醇一百六十以下的人 不是很高的 死亡率异常地高 因为不是很高的 一百六十不是很高 是异常地高的 但是死亡率就很高了 是很高的 很有趣 胆固醇越高 死亡率就越向下递减 死亡率最低 竟然是胆固醇最高 近280以上的群组 够不够讽刺 他说胆固醇越高 就是越长寿 是啊 这个真的很讽刺 一个调查出来的数据 一般的官方都这么说 胆固醇越高 死亡率越高 这种标准 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 是刚刚相反的 是刚刚相反的 这位斌医医生强烈 批判政府的标准 认为胆固醇的标准值 毫无科学根据 胆固醇二百四十二百六十 是最长寿的人 并控诉 如果用药物降低胆固醇 死亡率反而会变高 所以千万不要被医生压 其实这类的书 其实钢固醇很危险 其实日本很多医生都写的 这些就是日本人 为什么一个这么强的国家 他们人民的质素真的不错 原来医生写过很多这方面的书籍 一本一本 包括日本人 《不要害怕胆固醇》 这是《长谷村园注》 是一个主虎之友社出版的 另外一本书 《日本人是靠胆固醇长寿》 《田中肉身注》 这是另外一个出版社 还有一本就是 《胆固醇与血压不要降别降》 《胆固醇与血压不要降》 这个就是《崩禄固醇》 日本的评论社出版的 好了 有一位医师 管野喜建医师 他帮大企业的职员 进行体检 他遇到一个很惊人的事件 他本来是精力旺城工作 零落的职员 被安上高胆固醇的病 接着用化学药是降血脂药 即使《胆固醇》 由220降到180-150 仍然继续要吃药 结果整个人 失去了生气 公司的勤务 工作的效率一落千丈 有人这样说 你试试停药 吃了一整个人 没精力 没精力 听这位医生说 你试试多停药 胆固醇由150 回升到220 然后精力元气 接着回来 这位医生 是同一个大企业 公司顾问医生来的 大企业真的疯了 用健診 在健康的职员身上 铁了血脂二常高的标签 令到大量食药 变得像废人一样 这些 没有这么夸张的剧情 嗯 即是现在在这里 即是说那些 所谓的降血压药 就令到那些 那些 血脂可能就是降低了 但是整个人 就没有了精力 即是完全 没有了兴趣 没有了动力 这样 是的 你可以看到 一尾 遇到这些 所谓的问题 就用这些药 即是药 即是药 那完全没有进行 对患者的真正需要的饮食 或者运动方面的疗法 深深医学方面的指导 和治疗神经 放松 一说治疗神经 大家都想到 我们觉得大家好笑 凌晨 为什么会来这些白病呢 就是 调理治疗神经系统 一个身体的健康 身体的生理系统 功能的机制的控制 好了 这些完全不做 只是投放一些有毒的化合药物 所以我们看到的问题 其实胆固醇和血糖是一样的 都是生命能量的源头 胆固醇的数值 是表示身体需要胆固醇量的 所以身体是最适合的数值 即是身体当时最适合的 因为那些不自然的药物 是毒性的硬紧将它拉下来 身体当然会缺乏力气 变成一个无精打采 不单止是这样 有些很强壮的年轻人 因为吃了胆固醇药 令到肌肉溶解 结果还要靠轮椅生活 即是肌肉溶解 全都溶解 老人家因此饿藏不起 这种严重副作用的牺牲者 就是残出不狂 所以 为什么呢 遇到这些情况 就是慢慢减弱 最后可以脱掉它 好了 那说起那些副作用 大家跟大家讲了很多 其中另外一种 也是常用的降血之药 这种药 叫做什么呢 叫做 Meverloten 叫做 美伯乐镇定 镇定剂 Meverloten 这个是日本的畅销药品 它那个作用呢 因为它可以令到胆固醇下降 因为它有些突异性 是那个极抗性地 阻碍胆固醇的合成会 就是令到胆固醇的制作 就是阻止它 当然了 这些阻碍作用 对人体来说 是有害的毒性作用 和毒性都不轻的 好了 这些选择 针对合成胆固醇的主要器官 是哪些器官 是肝脏和小肠 快速和强烈地减低 血里面的胆固醇量 很明显 这些可怕的毒性作用 是强硬地扭曲 自然的生命活动 被视为特定攻击肝脏和小肠 它的副作用当然是很多很多很多 好了 你看看美白洛镇丁 看荒丹里面说 是 是 你看看 这些荒丹的副作用 重大的副作用比上想中更多 做得更强烈的 重大的副作用里面几个字 表现这些副作用是 有什么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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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小心听听 第一就是环纹肌溶化症 肌肉溶化症 肌肉溶化症 要躺起身床 又没有肌肉 差不多了 好了 要么的毒用作用 强硬地拉低身体内的胆固症值 身体为了维持必要的胆固症 就开始溶解身体的肌肉 即是身体用肌肉 希望制止胆固症 发生频率不明多少 但是副作用太多了 即是说 身体需要胆固症 你不让它用 它唯有在其他地方做 在什么地方做呢 用肌肉 用了肌肉 在肌肉里面 希望可以做一些胆固症 还有肌肉痛 肌肉被溶解 自然会感到痛 所以这个时候 用这些消炎镇定剂 来止痛 就可以说 是慢向 药池里面的 地狱无底洞 开始 肌肉痛 又去搞肌肉痛 第二 还有一个是无力感 因为肌肉溶解 但是 竟然开始懒散 枯拳 慢性疲劳等症 这种症状的人 应该 遇到这些情况 应该开始怀疑 是一个降血之药 好了 急性肾衰竭 因为盲文基的溶解症 有时 会随便判严重的神功能障碍 因为肌肉溶解后的蛋白质 都集中要去神脏的关系 严重的神脏衰弱 当然也会导致出死 很多人突然之间死亡 很多年轻的人突然之间出死 其实我相信一般人 如果没有吃任何药的人 怎会突然之间出死 这就是那些药的原因 好了 肝功能障碍 对了 那个发生率也不太清楚 但是因为肝脏 没有办法再处理更多 这些美白落镇丁的毒性 所以发病 因为肝是排毒器官 对不对 这些药物进入后 是毒药 肝就要去调理它 然后过炉 黄胆 肝脏的功能障碍 造成肝功能低落 令到胆色素串破全身 皮肤变黄 黄胆很明显 肝功能失调 还有血小板减少 发生了多少都不明白 但是呢 血小板是和血液的营结有关的成分 也减少器官内出血 多重器官的衰竭导致死亡 很多时候也是 很多人的 所有器官衰竭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血小板降低 那些血呢 就是体内的器官出血 脂斑 皮下出血 血小板减少而起 血液难以溶结 容易出现皮下出血 还有肌病 肌肉本身的病 就像昨天所说的 药物损失肌肉 环纹肌肉溶解 所以很多肌肉都开始溶解 接着 没端神经障碍 发生率不平 但是有不少报告 我最近有个病人就是这样 是 是 他也是跟我说 他说 他是有一个 没端神经障碍 就是 peripheral neuropathy 我一听过之后 我问他 有没有吃药物 他过去吃了 我问他 他说我怀疑是我的染发水有问题 是是是 我问他用了几次 我染了一次 他回看成份 我一听过 第一 染发水 当然有很多毒物 是是是 但是很难是一次 就令到你出现这些 这样的 他手指 手指 脚指 是没有了感觉 他作为一个作者 很麻烦 他打字 是是是 我一听我就知道是什么 我问他 你有没有吃钢蛋换成药 那他说 他有吃 吃了四年 嗯 唉 很惨 做不到事了 手指都麻痹了 是 现在开始慢慢 帮他处理他 好了 还有就是过敏 那个频率都不知道多少 但是皮肤出现 诊和过敏的症状 还有红斑狼瘡 当然和神功能的障碍有关 接着有血管炎 因为是那粒球攻击血管里面的内皮的细胞而导致的 而导致全身发烈的症状 可能导致动物癌 好笑好笑的 其实是血管炎 是是是是 好了 那么 刚才所说的 那么多那么多的问题 那 为什么 为什么医生都不知道呢 那其实呢 这本书都说了很多次了 其实很多医生都不会读的 是 都不会读的 那更加 读了之后 说不说给病人听呢 对不对 没错 所以大部分病人都不知道真相 那医生都不会读的 那当然这种方单呢 都很少会给病人的 那通常呢 就收起来就算了 是 那所以呢 就导致这个情况呢 是很多人呢 是有这些很多问题呢 都不知道怎么算好 那这些症状呢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 那希望呢 那我们听众呢 听过之后呢 自己反省一下啦 那身体很多病呢 其实会不会是 你吃了药的副作用呢 对不对 那 那遇到这些情况之后呢 那当然呢 都是怎么处理呢 都是吃了那方面的控制啦 六分饱啦 疏食啦 吃多些蔬菜啦 那暂时呢 每一周呢 可以进行一次 就像小的断食啦 那这样呢 就将吃惯的这些肉类呢 就变成豆类呢 健康状态 就可能会有惊人的改善的啦 嗯 那其实呢 都是说回那句啦 那些药 是永远都不可以的 就是 立暖食 是永远不能吃的啦 根据这本书的教学者 跟我们分析了这么多次 那其实都是呢 想得到健康 都是要呢 从我们日常生活的饮食习惯里面 那里来到 来到着手呢 才是最最终最好 最安全的一个方法来的 好 我们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啦 多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呢 可以打以下个电话 和袁医生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的啦 好今天 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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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